大家好 我是OK仔 今天的中國新聞 轟動了 中國低調推預備兵役法 涵蓋 18歲到60歲的男性 有市民 有網民擔心 被人滴出去 當然是打仗 擔心會做炮灰 情況是怎樣 一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另外也會跟大家說一下 有個廣西元委書記 被人綁架勒索 為什麼呢 是不是關於那些色情 還是被人先人跳 現在 警方元洪十萬元 勒索三千萬元 你用元洪十萬元去找回他 一會情況是怎樣 我們一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另外有中國旅客 由泰國的時候被人割傷 很嚴重 是不是真的打劫中國人 阿尊 現在涉事的旅行社 被人吊銷了牌照 我們看看一會 稍後說一下情況 這麼古靈精怪的事情 也有 當然是 另外也會跟大家說一下 內地有位三十歲的男性 回到土耳其探親 他住酒店遇到地震 被人抹埋了四天 情況是否不能回到他 好 稍後再跟大家一次過說完 先跟大家說完 第一件消息是什麼呢 現在中國 是不是真的推出這個 預備兵液法 精兵呢 有人覺得 這麼像俄羅斯普京的做法 開始大量招兵買馬了 當然 之前也說到 2027 中國 將會武力侵台 但是這個情況 大家都是猜的 但是現在 你看到 那些資訊 咦 味道又很濃烈 原來 有軍事專家 留意得到 在去年年底 全國人大通過了 中國預備兵液法 精兵法 將會在3月1日實施 即是未來3月1日就會開始了 有網友指出 這條法例的年齡 擴大到18到60歲的男人 有人就覺得 咦 這條法案 是不是準備攻打台灣 那個 那個 勢態 越來越強烈了 根據中國 中國 國防部發言人 在1月13日記者會上 表示 全國人大代表 在2022年12月30日 通過了 中國人民共和國預備 逆人員法 這個法令 將會在23年3月1日實施 中國 這個精兵制 範疇 法律包括國防法 兵液法 以及預備役 軍官法 在去年底 預備這個精兵法案 會進行修整 說到 現在 18歲 每個人都要當兵 因為按照現行的兵役法 滿了18歲的男人 需要進行初次兵役登記 符合條件的公民 就可以按照需要 去當兵 現在 說到當兵 網上有很多網民 熱議 現在3月1日一推行 是不是準備 穩定一堆人出來 你知道 現在 每個人都嬌生慣養 嬌生慣養 不想他們打仗 就像俄羅斯一樣 有一份報紙說 內地媒體都這樣公佈 說 有一個孖寧厚的年輕人 因為拒絕復兵役 就被人作出九項處分 包括兩年不得出境 不得升學 不得辦理經商企業手續 以及 順態優惠政策等 你不當兵嗎? 什麼都不行 這是湖北省政府 發了通告出來 說到 01年出生的 這個男子姓張 在去年秋季自願 應徵報名日午 經過考核 合格之後 被調派去到 聯勤保障隊 第四 新兵 營的新兵 三年 參加這個 新兵 訓練 但是 他入了部隊 沒有辦法 適應部隊工作為理由 多次向部門 提出 終止服役 經過所屬的部隊 地方部隊 和家屬 親友 反復 教育勸道 但是他一意孤行 繼續拒絕 復兵役的義務 當然 辛苦 誰想做炮灰 當得兵 隨時抵我出去做 打仗 當然不想去 由於他的行為 已經嚴重違反相關法律 所以 剛才我們說的 罰 之外 還有罰款 四萬元港幣 而這個院的各級單位 不能夠 錄用他為公務員 或者參照公務員 法管理的工作人員 不請他 全部都不給他 更加不可以發展為 成為共產黨員 戶籍有個秘註打顆星 就叫拒絕 復兵役 永久治養 那真是你說 死不死 唉 真的臭了 所以 有些人就覺得 沒得不服 沒得你不服 沒得你不服 無論如何都要做兵 其實在世界各地都有 好像泰國那些 那些又要抽籤 一年一度 四月就抽籤了 台灣那邊都有復兵役 韓國那些更加 很多地方都有復兵役 有些就視當兵是一份工 在外國來說 但是這個情況會不會令人覺得未必要到2027年 就已經準備攻打台灣 香港人會不會有份呢?有些網民是這麼想的 到時再想吧 但是有人覺得這個時候港打掌不是吧 世界都很混亂了 就是混亂才會有這些事情出現 講完這些之後也跟大家跟進一下 關於這位官員為什麼會被勒索呢? 在廣西這個袁遠委書記竟然被人綁架勒索 是不是跟先人跳有關呢? 會不會是被捉了黃腳雞這樣的奇怪事情 我們一起跟大家跟進一下 之前說到廣西藤縣富榮村村民陳克正遭到警方通緝 原相高達10萬元人民幣 內地媒體指出 1月9日這位陳克正和他的夥伴涉嫌綁架原委書記 哇這樣啊? 那真的是 誇張啊 到了1月12日下午就說到 這位黃東明 就是原委書記 被衝入屋的公安民警解救出來 但是這位綁架性綁匪 就順利逃脫的 警方現在全力追捕 據消息人士透露 原委書記黃東明被綁架之後 匪徒勒索3000萬 黃東明家屬支付1000萬贖金之後 網匪都未放人 為什麼有1000萬贖金這麼厲害呢? 真的有些了道 家屬報警 不過這個說法就好像未得到官方證實 怎麼證實到你有1000萬身家呢? 哥仔你都是做過原委書記 那你原委書記 我們習大大都是說一萬多元一個月而已 那你沒理由這麼厲害 根據警方通報 原來這件事件是1月9日發生的 那為什麼會無端端跑去綁架 是不是先人跳呢? 就說都不是 原來在市內被人夾了 被人帶了去另一個村子 非法禁錮 有人就看著 就想著作他一大筆 那這件事件真是古靈精怪 就不關那些色情事的事 不過就是來人尋味 為什麼他可以拿到1000萬出來 如果是真的 那都爭吵了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下這件消息 什麼事呢? 講到說 厲害 台灣呢有個大媽 就叫那些年輕人跪下 坐下我那張 那叫我關愛座 有人跪下有人後頭認錯 在杭州更加誇張 看到有個大媽竟然在地鐵裏面 拉下口罩 哇 那些人就已經 哇 怎麼這樣呢? 重要啊 竟然拉下口罩 吃煙不止 你這麼誇張? 在車箱裏面吃煙這麼誇張? 好了 你吃煙 那些人沒有制止 重要啊 他拿多一支煙出來 跟這個同行的小朋友點一支給他吃 你真是離譜 不是吧 你怎麼知道煙給那些年輕人吃 你是不是誇張了一點 真是瘋了 杭州地鐵就向內地媒體證實了 他說事發幾分鐘之後 已經有安全人員制止這名家長 澄清這個小朋友沒有真正吃煙 但是這件事也令人震驚 為什麼這位大媽 在外面 都要幫小孩子點煙 回到家 哇 他整家都在那裡煲煙 為什麼他又能夠 可以在地鐵吃煙又全身而退呢? 有人就覺得不是應該要罰的嗎? 這樣就真的 所以說這個世界 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試試看如果在香港點煙 真是不得了 應該這個情景都很激烈 另外 也說了 有位30歲的男星 叫唐小強 內地影星來的 他回到土耳其探親的時候 就遇到地震了 情況是怎麼樣呢? 現在我們一起看看 根據 內地節目常駐嘉賓 這位叫唐小強 他們的 節目 組 就說他們在地震一刻 一直就失去聯絡 經過 土耳其當局 89小時的救援 工作 在日前 凌晨 接到 通知 唐小強下塔的酒店救援工作組 就說 找到包括他 在內10個人的遺體 唐小強 就 確定了離難 而土耳其 旅遊指南商會聯盟 也證實了這個消息 真是可憐 有些事真的沒得避 天災的事 另外 跟大家說說這宗消息 誇張 有中國旅客 由泰國竟然被人過傷 這件事什麼事 搞到這間涉事的旅行社 被人吊銷了撿照 我們看看究竟是怎麼樣 好 原來 有中國旅客反映 自己去到泰國的布吉島旅遊的時候 被當地一個旅行社 詐騙 甚至乎 被旅行社負責人用刀割傷 劏不了你 就拿一把針刀來劏你 這麼見臭 不是吧 紅星新聞報導 中國駐布吉領事辦公室消息 涉事的旅行社已經被吊銷執照 並且罰款 因為之前 在微博上的消息 有位中國旅客 在泰國的布吉島 被這個旅行社工作人員 拿刀劈箱一事 引起公共關注 中國駐宋卡總領事 駐布吉 領辦主任 亦都走了去跟布吉政府 回眠 跟進常述的案件 那 什麼事 但是 原來就是這樣的話說 都是一些 商業糾紛 好像感覺上 就說要付錢 買服務 別人就坐地起價 那些之類的東西 總之出去玩 真的要小心 一會 原來 說不貼錢 就說刀 說工具 頭都帶了 另外 跟大家說一則新聞 什麼事 這則新聞 在全世界都震驚 就說 在湖北 有一棟26層樓高的樓 嘩 厲害 這座大廈又說 有什麼特別 這座大廈 原來裡面是養豬場 愛國媒體都驚訝 他那種 生物 產物鏈 簡直比美 好像生產 iPhone 一樣 那麼厲害 整條生產線在裡面 26層樓高的大樓 竟然 是養豬場 美國媒體都覺得大開眼界 因為外國 紐約時報 甚至認為 這間中國企業 用生產iPhone的方式 去養豬 大樓裡面的養豬監控 感覺又像 美國NASA 太空總署指揮中心的監控室 誇張 這些照片 燈了出來 真是 不是野小 說到這兩棟 不是一棟 養豬樓 建築面積 超過80萬平方米 每一層樓都是一個獨立養豬場 樓層溫度濕度可以自動調節 餵料 排睡 等這些操作能夠透過自動化 處理 大樓裡面 也設有 這個 環保 和資源化的綜合利用 治療 營養餐 等實驗 這些配套 設施 其中一棟大樓已經投用了 預計每年出爛的山豬 120萬隻 生產豬肉10萬噸以上 這個報導指出 這個就是中國最先進的養豬業 因為這裡耕地小 糧食生產不足 養豬供應 是屬於戰略要務 雖然名義上就叫養豬場 實際是 更像 為養豬而建的先進工場 操作精準度 堪比iPhone生產線 真誇張 連外國的媒體也 這樣報導 真是厲害 不過 這個負責 處理的公司 說到 他對《紐約時報》這樣說 他都謙虛 中國養豬行業生產水平 跟世界的先進水平差幾十年的距離 這個距離 就是他們通過規模化 工業化 繁殖就可以提升到的空間 這些是謙虛的 出來做事 就知道 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 人家圈養的 很古老式的 你現在開始用科技去幫補 你的 事業 或者 蓄木業 這件事 正正 外國人從 舊時那一套 轉成現代化 這一套 這就是所謂的進步空間 他自己也說得出 厲害 不錯 很多年 美國的養豬戶 都覺得誇張 從來不敢想 因為風險太大了 在這個單動的設施當中養這麼多隻豬 防止疾病和污染會變得很困難 那 就覺得這件事會不會是中國很厲害呢 那 就是楊威海外 也是 好東西要拿出來研究一下 另外跟大家說 之前說到湖北思恩 沒什麼必要就不要去泰國等這些八個國家引起震疑 現在可能受到這個熱議 刪了通告 就說可以繼續正常辦理手續 因為之前說到當地要求當地居民 非緊急 非必要等 就不要去柬埔寨、緬甸、魯窩、阿聯酋、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土耳其等這些國家 這個通告一出就引起熱議 突然之間 你這麼多人說 我刪了它 現在就說可以 復正常了 這個世界的東西真有趣 一熱議派人說就縮了 好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宗消息 這宗消息很厲害 什麼事 在內地的婚禮 很誇張 尤其是 說禮金 跟著又是說兄弟幫、兄弟團 在那裏 在那裏搞伴娘 情況很混亂 這次就說到在內地 有對新人 在雲南 舉辦婚禮的時候 新郎的前女友團竟然趁機亂入 哇 他厲害了 這班前女友團 拉了紅底王字 一共19個字 大字報 發表宣言 新娘子一看 黑了口面 根據內地媒體 在白姓關注報道 在2月5號 有內地的雲南鎮 雲南鎮 紅縣亨地村 有一位新人在結婚當日 新郎 大概10名前女朋友竟然踩上門 在這個婚禮現場拉起橫額 迎接新人來 上面大大字寫著 我們是 你的前女朋友團 更加揚言 今天一定要搞廢禮 新郎新娘哥 新娘子新郎哥 馬上黑了口面 尷尬到站在那 真有趣 他也很厲害 一起結婚 後宮佳藝3000款 當然啦 這一班 當然是黑面 你老婆看到 你的屁股 第一天就有些屁股 讓我嘗嘗 由於這個網上影片的風傳 媒體 經過多番核查 找到一名參加婚禮的人員 他表示 看到這個橫額之後 就問一下 這一班傢伙搞什麼 說到原來可能是關於朋友 拿出來搞笑 就不是 真的 但是 喂 你怎麼知道 一會兒新娘子不滿意 轉個頭搞離婚 這些笑 別搞了 是不是 一會兒 你們是不是真的賠婚 不用 你們 這十幾個女生 陪婚 就陪 陪這個男人一起睡 有什麼東瓜豆腐都亂來的 有時候有些事不可以亂來的 說到 另外亂來的一件事 就是說 內地 有些城管 亂收這個疫情保證金 這些事件 國辦督查 這個責任 你說是不是壞了 現在被人爆出來了 江蘇省有民眾舉報 就說有城管以疫情防控為理由 向店鋪超市收取每戶最多2000元的保證金 國務院中國政府網站通報 他們縣的幾位監督已經對相關的負責人 立案調查 正進行嚴肅追責問責的事情 因為有人爆料 說竟然他們 未經過 鎮的 疫情防控指揮部同意 私自安排城管隊員 到處去收片 收了這些保證金 所以 核查組認為 城管隊在疫情中心 防疫中心 防疫工作當中 層層加碼 沒有相關的收費政策 亂收費 收費的保證金又沒有出發票 而這些所有錢 亦都是個人保管 沒有上繳 真是離譜 大譜 應該抓去打把 另外 跟進一下 這件事 什麼錢呢 哎呀 有這樣的事 在 內地媒體日前報導 內蒙古有個男子 拿著 車子 車子的老婆 和他的女兒 就出去 但是在路上 兩個人不斷在 吵怨 爭吵了 老婆就表示 自己 很想去吃火鍋 不想去看孩子 那麽 那麽 而說到老公 就說 看一看孩子 就是 車子的老婆 打算看一看小孩 但是老婆說要吃火鍋 好了 但是老公和老婆 意見不合 在吵架 老婆被老公拒絕之後 竟然 在車子走走走走走 突然開門跳車 最大事就是 頭部落地 嚴重受損 而死亡 哇 因為吃火鍋 想打個邊爐 要搞到這麽大事 要搞到死嗎 而他的老公 因為這樣 而被控 過失 致人死亡罪 法院以這個罪名 判決 這位老公 有兩年徒刑 換刑三年 這個判決引起 網絡 輿論爭議 為什麽呢 因為說到 老公發現老婆跳車 立即下車停 停下來 還要打120急救 醫生到場發現 由於你老婆 頭部落地 導致嚴重受損 而死亡 他老公也事後 主動去派出所 投案自首 這樣 都要重判 真是 很 不碰當 有人就覺得 很多 網民這樣說 如果 開車那是女人 男的跳車 不知道法官大人又怎麽判呢 是不是這個女人 對這個 長期 對這個男人進行 這個精神壓迫 會導致到 悲劇發生呢 這樣 有人就覺得 不關那個司機事 是不是 你 整天自己跳車 司機立即 停下來 看 這樣都可以 這樣都可以判到 司機有罪 這件事 不知道 可能 有人說老婆真是 好餓 好餓 買著其他東西都可以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下 這宗消息 厲害 古靈精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了什麼 古靈精怪的事 在重慶 有個獨居女生 在網上 發文 說 他自己 家 大門 竟然被人貼了一張 開鎖通告 這張開鎖通告 有什麼特別呢 有什麼特別呢 開鎖通告 而這張開鎖通告竟然 貼在門裡面 他開了門貼在門的後面 這麼恐怖 有人說 怎麼貼到 怎麼貼到 開鎖的廣告 這位網民 這位女網民 就一方面 認為 這位開鎖 大哥的業務能力 厲害 我家的門鎖 你都可以開到 進來貼廣告 喂 你進來爆鎖 另一方面 他就覺得 很恐怖 這個女生 說到 回到家 竟然 發現 被人貼了開鎖廣告 誰不知入屋 之後就發現 那個廣告 不單在門外 還要貼了門內 即是後面 你開了門才能貼到 這個女生就非常害怕了 甚至一度爆粗 幸好 她表示 家裡沒有東西不見 但報告了警 呼籲 其他獨居女生 要注意安全 真是 恐怖 開鎖帳又會這麼誇張 賣廣告 怎麼會貼到這裡的 另外 最後 跟大家說一宗新聞 什麼事呢 就說 國家 煙草局重拳打擊 檢獲72萬支 這些叫奶茶杯可樂罐的非法電子煙 大家回到玩的時候 就要留意一下 會不會一會買錯這些東西 那就犯法了 由於說近期出現了這些奶茶杯可樂罐 造型可愛的非法電子煙 是不是 國家就說這些是違法的 現在 一起就打擊了 捷獲相關案件 593單 同類型的產品 72萬支 就說 已經抓了180多人了 所以 這個嚴厲打擊 大家回去玩 絕對要留意一下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